叉燒鬆軟, 燒肉香脆, 牛肉夠滑 今集主題菜品嘗豬牛大餐 單親母親如何面對身悶壓力 健康享景號最擔心是什麼? 待會兒莫醫生豬房加燕姐 星級酒店得獎點心夠心思 傳統酒家懷舊點心夠風味 感知識食, 馬上開始 香港鬧鼠有不少食店的招牌 無論是中國菜也好 日本菜也好, 西菜也有這個字 你猜是什麼? 給點燕姐行嗎? 有四滑的 我知道, 是牛字 因為香港人都喜歡吃牛 也是, 吃火鍋有肥牛 烤肉有和牛 還有牛腩河, 牛軟米 看來香港人真是無牛不歡 其實豬也不弱 很多時候吃火鍋、燒烤 都看到好幾個字 所以很多中菜都用豬來做菜式 豬和牛打性平手 就是說香港人全都是好肉之人 無肉不歡 所以今天特色就是豬牛大餐 這個湯餡比較漂亮 這個是杏汁白肺花膠熊湯 聽說很滋補, 但我未必相信 那即期買菜我們喝了, 不用 不, 我也要, 試一試… 試一試… 湯 黏了 很濃郁 很棒 還有鹹汁味超級重 醫生, 你吃得很廢嗎? 廢嗎? 花膠拿肥 不是, 吃得很廢 我不太相信吃什麼就補什麼 可能放花膠有質感, 有質感 很濃郁, 很濃郁 喝完後, 是黏的 這個湯真是很棒 我覺得豬也挺有用的 豬… 豬湯有時… 漂亮的湯一定有豬 譬如煲魚湯, 加豬肉 雞湯, 加豬肉 我覺得是比較不同的 調味道 這個, 蜜汁火芳 你上海人, 是不是? 一定很熟, 蜜汁火芳 你看 火芳, 即是火腿嗎? 即是火腿, 漂亮的火腿 然後再加上, 用蜜汁浸 這樣夾著吃吧 夾著吃 蓮子是分開吃的 不能夾進去, 只有蓮子 一起吃 這個我想是最高壯的三文治 西班牙的火腿三文治 不要這麼漂亮 毛醫生 老闆, 你好… 介紹三個美女, 你也吃了 好… 不如你介紹一下 這條牛尾, 為什麼這麼厲害 可以用這個米芝蓮菜吃的 好… 這條牛尾, 最主要我用的西芹 還有洋蔥和番茄 有一點番茄, 把番茄混合 再加上有些法國的美紅酒 加在一起煮 真的嗎? 所以你會覺得很香 一定是法國的嗎? 一定是 但我問問, 這裡是中式的酒家 為什麼會有這麼法國式的菜式? 我還希望迎合到香港風格 香港人的味道, 所以我加點法國紅酒 所以有些融合的味道 好像… 老包的樣子也有點融合 有點融合 像貴貴的樣子 對… 像這樣 那樣子吧 不如這樣吧, 不妨礙大家 趁熱, 好嗎?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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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由梁 Compass 老師新熱, 水主要比 importa 想說, ξα馬 Ayu 一開始中思惡 不太嚴重 我以來到洋蔥時 我mor海中的味道 但肉類做得相當出色 能夠將一般的豬油做到非一般的味道 燒肉、叉燒, 大家都見過了 試一試 好, 鴿皮很脆 聽到嗎? 聽到 其實它的尺寸也很講究 因為剛好一口 看誰的口味 我就要原汁原味了 其實是否沒吃到皮, 也不知脆 真的很脆, 聽到嗎? 是否真的非一般的燒肉 來, 吃了非一般的叉燒 我想問一下, 吃得多些豬皮 有豬軟骨的東西, 譬如豬耳 骨膠圓是否很豐富 好像吃得多一點的皮膚 骨膠圓對身體皮膚重要 不過如果要吃中足的骨膠圓 吃豬來說 可能吃到豬這樣才會變成成果 不過你可以嘗試一下 我聞到香味很厲害 我想最重要是剛才它新鮮燒出來 很新鮮, 正在調 這是最…其中的秘訣 就是它剛才新鮮燒給你 特別好吃 稍微調味很濃 但是口腔會黏暖 肉好像燒過一段時間鬆化 這個咬下去馬上鬆開 這次很特別, 我有老闆親自帶我來廚房 這個核心地帶 在這個特別的杜草牛和脆皮牛做法 SAM, 你介紹一下 好… 這個杜草牛相當少油 用杜草煮牛腩骨 是 概念是怎樣來的呢 最主要是…因為中國式的傳統 很少用杜草做食物 我們有想法 不如我們用杜草 用粗針的杜草 然後摘著它, 這樣 變成會很香 因為杜草本身有味 然後就摘著它 然後我們煮4至5小時 讓它入味一點 這個菜原本是日本式的食法 日本式的杜草 你將它變成中國化 你用它加到什麼中國的元素 我們將它煮完4至5小時後 本身就加一些避製的汁 然後再拌進去 就是有些特別的杜草 不告訴我 不過我吃了就知道了 你吃了就知道了 吃到嗎 很美味, 但跟平常吃的肉味有點不同 好像有點草的味道 其實有點像吃種的時候的味道 對嗎? 對 對, 是嗎? 有一點吃種 香味 脆比牛腩 對 通常吃的牛腩很軟 這個味道跟剛才的香味不同 滷水汁比較重 皮質是脆的 本身是坑腩, 燜得很軟 然後再煎出去 對… 在表面煎一煎就可以了 我想很高技術 因為你覺得牛腩煎得這麼軟 才再煎 但是先生, 人們經常說 吃得太多肉對身體不好 會否說吃得太多 會對腸特別影響大 事實上是吃得太多紅肉 會增加大腸含的機會 所以我們吃的餐飾 一定是蔬菜為主 肉類是佔了小部分 這餐飾我們特別介紹一下 試一下味道 但是應該要吃菜 這個菜很特別 是用朱古力湯熬的湯底 然後是小白菜, 很好吃 這張豬油鹽真的吃得很滿足 其實五個五個, 我們吃了很多肉 對, 韋先生 你明知道吃肉當然要配美酒 但是為什麼這餐沒有酒 因為我們要開車 喜歡吃牛扒的人士 聽到封牛正三字就會不開心 因為這三個字出現 對, 部分牛扒會在市場上消失 其實瘋牛症本身叫瘋羊症 是一種過濾性病毒 更加細小的微生蛋白 叫做Preon所引致 Preon破壞了羊的神經組織和骨髓 剛好有些治療商人 把羊的骨頭磨成粉 混在牛的治療當中 因此牛已經得病了 人吃了染病牛的牛肉的時候 會否染上瘋牛症呢? 理論上是有這個可能性的 不過機會相當低 自從1992年到現今 只是少於200宗 但是大家要小心 如果某地區有瘋牛症爆發的時候 就不要吃地區牛肉 今天的主題是豬和牛 我們怎麼可以不吃豬和牛呢? 來到九龍城最有名是吃泰國菜 如果你想吃豬和牛的話就… 想到了, 不如我們吃泰式串燒 好, 走吧 這裡有兩種很特別的泰式串燒 一定要嘗試 就是這個舔肉和泰式肉腸 材料除了豬肉, 還有糯米、蒜蓉 不過因為發酵時間的長短不同 味道也會有不同 泰式肉腸的味道比較重, 酸 裡面的蒜蓉粒會大一點 味道比較濃, 未必各個都接受到 所以第一次吃 老闆鄭先生就會建議我們 嘗味道沒那麼濃的舔肉 酸酸甜甜, 很開胃 好吃的串燒除了肉要新鮮 還有醃得入味之外 醃的醬汁也很重要 這裡有兩款秘製的醬汁 就是不辣的沙嗲汁 還有辣的酸辣汁 你想要哪一款呢? 我要沙嗲汁 豬頸肉很鬆軟 跟我的沙嗲醬很配 真是酸酸辣, 很醒悔 還有蒜蓉 烤的蒜蓉包, 大家一定吃過 但是這個用燒的方法來做 你看看有多少蒜蓉 而且還很香 這個是我這麼長的女兒吃的 最愛吃的魚 還很好吃 不過說到燒烤之中 給你最大的視覺、秋覺 和味覺享受的 就一定是燒魷魚 真是適香味俱全 真是很滿足 對, 很滿足 但親父母不容易做 多年來, 家燕姐怎樣 令自己和兒女活得更精彩? 生日送你越有意思 曲奇蛋糕就夠了解創意 下一節, 感知識吃 帶大家去嘗嘗 這集我要訪問一個最溫柔的女強人 強是因為她事業成功 有著非一般女性的魄力 而溫柔是為了三個兒女 不惜一切, 多麼辛苦都無所謂 她就是好醫、好媽媽, 家燕姐 你好, 歡迎你 謝謝你… 謝謝你 好, 我們吃一頓飯 好… 家燕姐, 你好 你好, 莫醫生 身體抱養嗎? 現在好很多了 你見到我的樣子很精神, 是嗎? 我看你的樣子完全沒有病 謝謝 不過為了保持健康 我今天選擇的菜式 都是清淡為主, 不會有油 是, 我不捨不得肥膩的東西 不過一樣很好吃 好, 謝謝你 謝謝 上湯排圓條露筍 涼瓜片, 香炒金紋蛋 和茶雪菇炒花枝片的製法 都是絕對小油的 因為家燕姐現在沒有膽囊 儲存膽汁 令到這個消化系統 不能夠在短時間內吸收太多油分 所以如果食物太油膩的話 就很容易吐舌了 其實好吃的菜 最重要是材料夠新鮮 加上師傅的手勢 所以如果要吃得健康 就要盡量小油 聽說你能進廚房 是, 因為我很傳統的女人 我覺得女人一定要進廚房 出廳堂 絕對是 其實我進廚房的時間 就是在我二十多歲的時候才去學習 學了一年多 就是專程去學的? 對, 專程去學 因為我覺得 如果一個女人不懂得煮東西 就差了一點 現代女性一定要聽你說這個話 為什麼? 很難找一些 又能出廳堂 又能煮一手好菜的女人 這個湖南名菜材料很簡單 有腐皮、辣椒和蒜頭 吃起來香香的辣椒, 很開胃 這道蟹黃帶子粒扒乳酪 就不是我們平時吃的西式乳酪 是牛奶加蛋白 就這樣聽就覺得很滑 再加上新鮮的蟹黃帶子 令味道更加豐富 婚姻祝潮, 哭了多久? 哭了多久? 哭了幾年? 幾年?我哭了半年而已 那你給我 短一點, 好少許 不, 你說說哭了半年 可能男人覺得哭是不應該的事 我們女性覺得可以哭 尤其是對朋友可以抒發自己的情緒 否則會有抑鬱症 絕對 因為我試過由一百三十多磅 瘦到九十多磅 九十多磅? 就是因為婚姻出現問題 但又沒辦法告訴別人 我和你的情況不同 因為她突然失蹤了 消失, 沒錯 我不敢對周圍人說 我也希望她一天會回來 最怕等待的那一刻也挺是 是… 你扔了婚姻的包袱 接著要面對一頭家 三個子女和經濟壓力 你怎麼面對呢? 當然, 第一件事就是 要有一個安穩的家 解決經濟上的問題 是 我曾經嘗試去找工作工作 找普通工作工作? 是的 例如哪一天呢? 做地產 經濟 經濟 做保險 但很難的, 真是 因為你一直的職業 工作都是在做影視的時候 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 第一, 你進去地產公司 別人輸了, 誰說家燕姐 因為你去買樓 每個人給你茶、蛋糕給你吃 介紹好的樓給你 我打算跟一群年輕人搶飯 好像不好意思, 走回去 好了, 做保險也是 你請朋友吃飯出來 談談, 有個保險 保險, 什麼之類 但吃了幾次飯, 都開不了張單 是, 因為你不好意思說 說真的, 反應又沒有 我計算數字, 不行 一直一直虛擲 吃飯 請了很多吃飯, 做不到生意 所以很囂張 幸好當時真情找角色好意 作為一個單親媽媽 或者單親爸爸 你覺得哪一種比較辛苦 要這樣比較 我問你 我自己的感覺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 當然我們現在單親媽媽很辛苦 我們要兼顧家庭和事業 但現在女性也挺強 在事業方面也挺好 但家庭方面, 我經常感覺 女性比男性好處理 為什麼? 因為我們比較細心 有很多事情可能由女性去管理 和溝通是比男性更容易 而且有些問題發生的時候 我們女士們可以向你投訴 或者博人同情 有時候哭著受委屈 男人也會博人同情 但男人有時候 你不可以看到別人跟別人說 就是哭的 我不知道你哭了多少次 你說哭了半年 躲起來 哭了幾年 男人反而要比較強一點 不可以告訴別人求救 我們女性到處都可以打電話 你幫幫我吧, 我現在這樣 男性很少會有這樣的做法 還有男性在家裡 譬如你要照顧子女 是不是像媽媽的母愛這麼無微不止 就是比較難做一點 我不知道,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我只是感覺就是我三個子女 譬如我教導他們方面的問題 我知道男生, 兒子方面 我有一點比較難做 例如他們十歲、十一歲時 學校有一個性教育 我要上課家長上課 我回去就要教我的兒子怎樣做 但當時我的感覺, 他又這麼小 我又怎麼跟他說 怎麼教 唯有我請… 讓醫生教 我請醫生, 我有請我姊妹的子女 或者我的兄弟弟去幫我教 告訴他們 但我還是感覺 可能男的單親會比較辛苦 這點提到 我說得跟他相似 不過是反過來, 男的單親可能比較容易 是嗎? 反過來來說, 因為你們要做到媽媽做得最好 因為本身是天性 是 錢一定要找, 一定要做的事業 但男人對於媽媽做得好嗎? 沒什麼敏感度 會盡量做他能夠做的事 但到底做是否能夠做得好媽媽的部分 自己很多時候都無法理會 你只能夠嘗試做一個這樣的平衡 另外一點, 可能如果你有事業基礎 你的前妻也要跟你繼續有交往 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兩個人分開之後 其實兒女是無辜的 不代表他們要失去任何一方父母 很多時候都應該, 起碼能夠做到處理 兩個人分開 但兒女同時都能夠擁有爸爸和媽媽 說了這麼久 這個我還沒介紹 比較特別一點 圓中石榴翅 它是用蛋皮包著翅子 浸在上湯上膏 樣子當然很漂亮 上膏加了一點蟹粉 然後用一個韭菜包著它 看樣子也很好看 很漂亮 嘗嘗, 嘗嘗, 也很清淡的 因為湯裡面沒有油 不錯, 王醫生 今天很特別為我著想 讓我吃這麼清淡的健康 說起你的病是一個胃臟炎 但胃臟炎真的很痛 很痛 因為我做醫生, 看得多, 很痛 其實這次我除了胃發炎 還有胃臟炎, 還有肺脊水 其他很多方面 這是病發症 就是胃臟炎病發症 胃臟炎痛得我晚上睡不著 醫生給了我吃止痛藥 吃了也不行 從前面痛到後面那種 對, 要打針, 打止痛針 而且我全身都插口 要插鼻管, 很討厭那條鼻管 我也試過一次, 撩住很辛苦 我也說了, 在那十多天的時間 這是我一生人最辛苦 最辛苦 最痛苦的時間 這次病之後 其實我整個人生計劃都改變了 而且我要珍惜多一點時間 跟子女一起合作 但為什麼要繼續工作呢? 為了什麼是為了錢 還是為了什麼原因繼續工作? 錢也有一個方面 真的… 因為有一件事叫金融風暴 是, 我想如果你有些積蓄 我想很多朋友都會去做一些投資的事 是, 每個人都有… 最近做了一些投資的事 一些基金、一些股票 每個人都有損失 我家人也不例外 我們同並相連 是 所以我還覺得不如做一些事 但現在看情況, 量力而為 如果可以做到, 我就去做 而另一方面, 我不做事也不行 所以為什麼我要辦藝術中心 做校監? 是 因為我喜歡做事 再次謝謝你, 最後我要訪問 好, 謝謝你… 祝你身體健康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謝謝 說回牛, 令我想起牛逸 生日當然要有生日蛋糕 但傳統的蛋糕 如何讓曲奇蛋糕這麼特別呢? 對了, 你好… 我們想學你做的曲奇蛋糕 好, 我們現在首先要拿雞蛋 我看你是有上次針, 有逸次針 對, 儘量拌勻 看見雞蛋, 牛油和糖 全部混合了 感覺很有趣 很軟, 很舒服 馬上, 你在揉著我的手 朱古力碎這麼多 對, 即是每一口都咬到 已經充滿了朱古力碎了 好, 那我倒下去了 可以慢慢倒下去 沒有一次過倒下去 要逐一點搓進去 我們先把這個燒一下 讓它硬一點 再做一個定型, 這樣就沒問題了 好 剛才你剪到膠, 現在就變硬了 為何用雪這種方法呢? 因為變硬了會做定型, 更好做 現在可以放進餅膜裡 做我們需要的形狀 放進去, 慢慢握進去 我先幫它做按摩 用手盒是否最直接 會不會用匙巾的方法 手盒會更好嗎? 其實如果用手的感覺就會好一點 差不多 拿下鍋 我們一起放在鍋爐上 看東西 看你拿手 好 三十分鐘 菊奇餅已經做好了 現在我們做後期裝飾了 你要看看師傅我們畫的工具是怎樣 看看 對, 要用手 給他兩隻手、兩隻腳 完成 太棒了 很難, 我先拿那個 你覺得也不錯 寶貝伯伯 可能現在就是試吃的成果 我試試你的手勢 好, 圓的, 我要圓身的 好漂亮 你試一下你的徒弟姐的手勢 很好 謝謝 我看到你, 看你做了 這就知道 你做的 好, 真是 好 鮮艷的雪花冰 配上不同的口味, 看見也透淑涼 馬昌, 你沒事嗎? 你帶天使帶我來看網球 Suki, 你的樣子不太好 我幫你倒一下溫度 有40度那麼高, 拍得住周圍的溫度 我看你, 你要說一下溫度 有, 如果你想帶我降溫 你應該想喝一杯冰凍的飲品 冰凍的飲品怎麼夠呢? 我帶你去吃一些冷到入心的冰 跟我來吧 近年在台灣大熱的雪花冰 這個夏天在香港流行起來 配合了香港人對食物的要求 這間雪花冰店自創各種新口味 用新鮮食材去製成冰底 再用這部特製的刨冰機 做出味道天然的雪花冰 這裡的雪花冰除了有不同味道的冰底之外 上碟的時候還會配上不同味道的水果 果醬和小丸子等等 吃起來口感就更豐富了 好厲害, 色彩芬芬 對, 先試吃… 你這個是杏仁? 杏仁, 我這個就是牛奶 我試試杏仁 很好吃 我這個吃起來好像有一點雪糕 和雪中間的感覺 融入了, 而且牛奶味道很淡的香 這個也很好吃 它混合芒果一起, 味道很配 很濃烈, 很好吃 我喜歡它像雪糕, 但其實它也是冰 再試試朱古力 反而這個朱古力比其他的 就會冰味比較重 是吃到朱古力的味道, 但不是太濃 但我知道你最喜歡哪一道 我吃的都喜歡 吃的都最貪心 我喜歡綠茶的 好, 吃人也很好吃 很棒 吃完這餐之後, 整個都冰涼了 真的, 我幫你試試 我先試試 又拿著 根據馬賽的非醫學試驗證明 雪花冰的確可以短時間 令你的體溫下降 Suki, 恭喜你 你的體溫已經… 平常了 三分一度 那現在來請 兩位為何有這麼好請我喝茶 我們做後輩的隔不少 都要請前輩喝茶 但今天你為何要選這裡 我們對飲食很有要求 這裡的點心 又夠賣相好, 又夠精貴 最適合給你們 六款點心在一起 但是叉燒包、蝦餃、春卷和蛋餅 有什麼特別呢 特別的地方就是要平凡 平凡得來的還要獲獎 很新鮮熱騰, 而且它的蛋漿很滑 皮很厚, 但又不會覺得很膩 好吃 對, 我有一隻大蝦餃 原味的蝦餃 有鮮蝦的味道 而且皮剛剛滑, 剛剛軟 應該要有的東西有齊 就是這隻蝦餃 這隻蝦餃, 像美女一樣 叉燒包是我點心之中的最愛 有時候如果餡料比較香 也要配一點肥豬肉 但這個吃起來完全沒有肥豬肉 但一樣是這麼香 好, 師傅來了 陳師傅, 你好… 陳師傅, 你好… 陳師傅 平凡之中找到特別的兩樣點心 包括蝦餃和叉燒包都拿著醬 告訴他有什麼角色 皮來說有些角色 有點角色 你聽不說 不過蝦你要拿中蝦還是大蝦 通常來說, 用中蝦以上大一點 口感會比較好 叉燒包, 蘇吉很喜歡吃 怎麼做得這麼好吃 其實叉燒包 我們以前一向都用半肥瘦豬肉 為了健康問題 我們現在只用叉燒和豬頸肉來代替 除了剛才這麼特別的傳統點心之外 另外我們還有一些新派的點心 這兩款, 第一款是茂子蝦餃 其實就是龍蝦餃 用澳洲的龍蝦肉加上散次做 感覺跟蝦餃不同 完全很新鮮的龍蝦味, 很濃 這個貌似燒賣, 其實真的是燒賣 不過加了木魚、海膽 用雞粒和豬肉做的燒賣 雞粒 對, 試一試 試一試 有沒有木魚的味道 木魚的味道會長一點 但是裡面還有雞肉 不像平常吃的燒賣豬肉 很濃…口感很濃稠 關於燒賣, 我聽他們說 是來自元朝的北方傳統點心 但是那時候的皮會比較厚 不要現在那麼薄 關於傳聞, 我聽說點心 其實是點心心頭好的意思 這個傳聞都很順盛 我們說歷史 你們看過點心車嗎? 看過 點心款呢? 我也看過, 不過是電視 以前小時候去喝茶很高興 小孩子到處去拿點心車 點心盤裡拿點心吃 然後結帳的時候 就要數幾個碟 香港的喝茶文化我大概都知道 但我反而有興趣 想知道你當時在加拿大讀書 那些喝茶不宜 加拿大以前的同仁街 喝茶也挺特別的 因為叫到點心很大碟 蝦餃就像叉燒包一樣大 叉燒包還有大包一樣大 所以很划算 喝茶美麗的地方 不僅可以喝早茶 喝午茶、晚茶就行 如果下午就有前菜試試 前菜有四種 這個是蝦頭牛肉粒 分味素鵝 海芝凍鮑魚和芥末千層 平時喝茶最缺乏的是素菜 所以這次特地加素菜 這個 這個也是陳師傅的拿手好戲 他最擅長做菇類的食物 這個是蟲蓉 加上鮮龍醇 很新鮮, 很好吃 蟲蓉的特別地方 因為菇在松樹旁邊生長 所以有一點松香 這個也有它的特質 不過沒有日本那麼濃 衛醫生, 你說了這麼多 你以前喝茶的有趣 令我很想去吃大包 我知道有地方可以吃 不如我們一起去吧 我這把年紀也不用上當年了 你們去吧 終於到了 Suki, 這裡有你想吃的雞球大包 我站在這裡聞到舊式茶樓風味 我們不要說那麼多, 快進去選擇 走吧 這間位於大帽山川龍村的茶樓 雖然交通不算方便 但是幾十年來依然吸引不少茶客 原因是大家都想感受舊式茶樓的味道 而且品嘗由山水沖繩的美茶 在這裡享茶就要親力親為 沖茶, 穩穩一腳踢 雖然沒有人招呼 但是一群茶客反而似得其樂 因為大家都很享受 這種無俱促的自在 很多神運客 更天天來到這裡跟老朋友聊天 而且交流養長心得 Suki, 這裡的食物要自己選擇 還有很多美生他們那一代最輕的食物 我最喜歡就是看著一個籠子 然後選擇食物上去 給你看看一個大包, 多大 這個很漂亮 他的籃牌小, 裝不上 這個很可愛, 鎮炭蛋燒賣 魷魚, 教你魷魚 我心急 Suki, 你有很多桌子 這裡有很多雀鳥 我們先找個位置搭海 今天這個早餐很豐富, 我不客氣了 慢著, 來這裡的第一件事 一定是喝一口由山水沖繩的美茶 我們來探查的 很香水鮮味, 而且很甘甜 跟水質有關 是不是? 但我的照片也是吃這裡的大包 你看這個大包, 多吸引 很大 對, 你看多多餡 我給你一個小的 小的餡比較多, 姐姐 真的有很多東西, 很滿足 一次過可以吃了這麼多東西 在口裡 很彈牙 通常由於刺牌咬下去之後 像橡筋一樣, 但咬下去之後 是爽脆的 這隻是鵪鶉蛋燒賣 我之前以為是整粒燒賣包著鵪鶉蛋 但其實是放在麵頭 這真的很美味 要成為這個炸的奶黃包 我吃這個客家茶果 這隻很漂亮 當然, 這些菜是在菜場 是新鮮, 即炸即洗即煮, 所以很新鮮 很脆綠, 它的顏色 怎麼樣? 很甜 如果再熱一點, 還有通菜吃 這麼漂亮, 我也要買一群新洋菜 我們一起去買 我們剛才吃的菜就在這裡種種 靚姐, 你好 我們想買一群新洋菜 好 是不是20元? 是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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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溫慢煮溫泉蛋 煙沙文魚加雞鵬魚湯 下一節是紀曉華請吃飯 煙韌外皮包著菜肉響料 外表醬糊糊糊, 入口夠多汁 待會試吃北京正宗餃子 好, 大家會分享古酒品 這個放滿油畫和藝術品的工作室 是屬於今集的嘉賓紀曉華 Water對攀貧有濃厚興趣 工作室也加設大廚房 方便隨時大顯身手 Water 你好,Kathy 你好 你好, 要握手 很開心, 看到你 因為經常上來的宿舍 都沒有機會 是, 你忙而已 但是我覺得這次來的 覺得挺中國的感覺 但你煮食比較西化吧 不是, 我中餐也會的 不過因為中餐有很多廚師 所以做一些西式的東西 而且我們現在是華洋雜柱 什麼都會有 好, Kathy, 今天第一樣教你 適合你, 晚上吃沒有澱粉質 是什麼呢? 就是蘿蔔攪了麵 這是蘿蔔麵嗎? 對, 這個機器你這樣攪拌一下… 這是米粉 攪拌到 美國標準是麵粉和蛋 我這個麵沒有, 只是蘿蔔絲 然後是牛腩 之前用熱水煮一下 然後用上湯和黑胡椒 煮完後, 上湯留在這裡 麵加煮就可以了 蘿蔔麵最理想是 攪拌完蘿蔔絲後, 浸一層鹽水 因為浸鹽水中間 將多了的蘿蔔水分汲出來 好像很軟的 對 很軟的 對 來了 不客氣, 你看我已經準備了 趁熱嘗這湯 不停地喝… 這個湯真的太好喝了 還有, 道飯很簡單 這個麵是不是很可以呢? 這個好處是如果有女士注重瘦身 日後可能只吃澱粉質、肉類 晚上過了六點不想吃這個… 對, 我也是這樣 不吃澱粉質的時候 這個就最好了 因為這是飲食的金字塔 是 菜是大部分的, 肉是小部分的 而且這個菜裡面沒有澱粉質 好, 第二道就是有些東螢風 你一定會覺得有些東螢風 為什麼呢?因為有魚 這是什麼? 這是雞泡魚 其實原來潮州人或潮傘地區 他們會把雞泡魚曬乾後 用來做湯底 雞泡魚湯煮滾後 加入番紅花和大地魚粉 把魚湯倒入咖啡蒸餾糊 用蒸餾的原理 蒸出充滿大地魚香的魚湯 蒸餾的時候 Walter就準備做主菜, 三文魚 這次他用慢煮的方法 即是慢煮的方法 以62至65的溫度 將三文魚焗22分鐘 記住, 慢煮的溫度 一定不能超過65度 Walter, 是不是忘了開火嗎? 好像也很生的 當然有開火 我告訴你分別是什麼 這塊…低溫後 你看見這塊魚一撕… 是嗎?全塊可以撕開 好嗎?而這塊是生的 我們的狀態很難撕 對 這是什麼?這麼有趣 這是煙燻用的 煙燻? 對, 首先把三文魚 我們煮熟的三文魚放進去 然後留給你煙燻 旁邊也有一個鍵, 你把它打開 好 我把喉管塞進去 封住 我把煙放進袋子裡 對 把魚吸收煙味 對 要穿著 這裡有一點木 對, 有一點木 已經出煙了 其實這裡也有, 你可以煙燻 一會兒… 煙燻飽 其實裡面已經煙燻了 現在可以加湯 你看見有醬汁 橙黃色 已經橙黃色 如果你喜歡吃脆口的食物 可以加一些脆的魚仔 真的很骨子 還有一道菜式 對, 究竟是什麼呢? 這是… 麵包 這是粗打魚湯 我先煮麵包 用蒜油炸 然後最重要是怎樣煮雞蛋 溫度最重要是在62至65度中間 煮滾水後, 關到最小 水溫上有點煙 就像你去溫泉一樣 感覺就是浸溫泉蛋的技巧 時間呢? 時間是大約40分鐘 不如我打溫泉蛋出來 你煮這個… 我的湯已經做好了 湯底 就這樣打得好嗎? 沒錯 很怕打爛 成功 接著我上湯了, 可以 加上雞蛋 這樣, 對 好漂亮 吃的時候就可以加上 你可以加上… 碎麵包 碎麵包, 對 我這樣丟一點就可以了? 可以 很像豆腐花一樣, 很滑 但我急不及待要吃你這個… 魚生 低溫烤的… 好, 你放得這麼漂亮 你想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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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現在夾上去 已經開始裂開魚肉 是嗎? 就是一切都撕開 對, 看來看 對, 看來看 你看看, 看來看 是香腥的, 還有香腥的味道 進入魚肉裡面 真的很好, 我覺得這個焗造化 謝謝 我回去嘗嘗嘗吞奶 乾杯 最簡單的煮法 反而可以嘗到食物的真味 一碗簡簡單的餃子 足以令人垂言三尺 餃子是北方人的主要食物 要吃最正宗的餃子 一定要選北京餃子 由北京人主理的水餃店 一定令食客品嘗到最正宗的口味 這間水餃店已經開了十年 雖然小小間 不過做的水餃真的非常出色 老闆還要親自幫忙 我應該說得很香 不過你說的老闆是不是他? 是, 你好 你好, 你好, 張先生 我想問你 其實還有一隻美麗的餃子 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覺得首先皮很漂亮 要夠煙韌, 還有夠彈性 厲害, 你這樣也不會炆斷 那餡料呢?正宗的餡料應該怎樣 正宗的餡料首先要夠新鮮 還有那些菜統主要的比例也好 差不多一半一半 吃了餃子很折, 才可以 我包的餃子, 像元寶一樣 你看, 多不穩 像師傅幫我一樣 很漂亮… 為了專心做最好的餃子 這間店的餃子種類不多 只有韭菜豬肉, 京錦豬肉和素餃 還有迎合香港人而設的白菜豬肉 他們全部都這麼吸引 也要一次過試好它 很開心, 看到整個餃子 你知道嗎? 北方人吃餃子是用水煮後 會走湯 因為他們喜歡吃那些原汁原味 很好吃 這個汁完全撕出來 我想試試煎 我喜歡吃那些很香、脆薄薄的 這個我再嘗試蘸醋汁 因為北京人吃餃子 通常會蘸醋汁 還有他們會加上蒜頭 除了蒜子加醋之外 這個北京運來的辣椒油 也一定要嘗試 辣椒子的香味很香 一咬下去不算太辣 另外, 香港人多數習慣吃筋湯的餃子 因為覺得比較濕 這裡有幾種湯底給大家選擇 我就選了這種用豬骨牛承的湯底 胡椒香味很出色 而且我自己喜歡吃蔥 加上蔥一起喝的湯, 很香 既然北京的辣椒油不太辣 所以我今天放膽去試 這個酸辣湯底的白菜豬肉餃 我看到豬肚、豬紅、豆腐 我想問餃子在哪裡 餃子炒給你 看到了… 吃完一定很飽, 很美味 酸辣湯底吃得酸甜甜 一入口就覺得很開胃 我們一起工作了幾個月的時間 相信是時間, 我們差不多加深了解 醫生, 什麼了解? 你問我感情的東西 發掘要我不會回答你 我又不是如記 感情的東西太複雜, 我也不了解 不過我想問你們 小時候最喜歡吃什麼小吃? 我小時候最喜歡跟姐姐買瓦仔糕 我小時候也是媽媽工作人員很忙 他們每次下班回來 都會買一桶一桶的生叉餅給我吃 我吃完之後就會開心 我最喜歡跟朋友看戲的時候 吃冰凍的雪凍了的木瓜 很像我 真有 很棒 但是很像我一樣 你最愛的零食在哪裡? 我最愛的零食 就是尖沙咀碼頭的軟雪糕 當時碼頭有一個閘口 零星一吹的時候, 閘口就開 我小時候就當作是一隻賽馬 聽到零星就衝 然後一邊衝到船上 就選擇最漂亮的位置坐 最漂亮的位置在哪裡? 最漂亮的位置就是第二項 最近窗的位置 因為在賽那裡除了海風之外 更加能夠看完全維港的景色 然後我去了加拿大好幾十年 當然沒有到海蕭輪 不過每次回香港的時候 我一定會來搭到海蕭輪 無論人生的高與低, 開心不開心 我也喜歡來一邊想一想 想在過去, 想在將來 短短七分鐘的渡海少女的路程 反映著一個人生 人生好像到了, 說得好, 不好意思 不如我們待會到碼頭之後 再搭兩轉吧 反正吹響風那麼舒服 很提議, 先跟大家說再見吧 如果大家想重溫今集的內容 記得推入QVB.com 下集金字熄食,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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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機梯大使